从水面打击能力上看 中方舰艇配备8枚亚音速YJ-83反舰导弹 而村域级则是8枚90式亚音速反舰导弹 双方攻击力一致 但是从防护水平上看 日本村域级排水量6000吨 战时生存性要高于排水量4000吨的054A 之前中国海军北海舰队青岛号驱逐舰 燕台号和严城号护卫舰曾出岛链训练 据此推测 进行雷达照射的应该是两艘054型护卫舰中的一艘 而事实上每次中国海军穿越宫古海峡 日本都会派出战舰和侦察机进行全程拍摄 虽然从军事角度上来看 火控雷达锁定目标后立即可发射导弹 但是有分析认为 以目前中日关系形势来看 还绝对没有到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 中方舰艇例次出岛链巡航 都会遭遇日本舰艇和P-3C的跟踪 日方目的也是收集情报 中方鉴挺此举 不过是礼尚往来 其实用火控雷达来瞄准目标对手 进行一个所谓的警告 这在国际上也是一种惯例 而且呢 在整个的中国与日本的一种较量过程中 日本也经常会派战舰战机来对我们进行跟踪 相互之间也会采用这种模拟攻击的方式 来进行各自的练兵 我觉得这本身是一种很稀疏平常的事情 只是说日本把它炒作出来 为自己以后修改防卫大纲 修改自卫队法 找到了很好的口实 认为中国对它是一种威胁 实际上我觉得这种事情完全是日本在小题大做 中国的舰艇不会无缘无故的用火控雷达进行锁定 火控雷达就是舰艇的眼睛 它与武器的匹配形成一个完整的武器系统 它就意味目标已经在我的掌控之中 我开不开火 仅仅在一个弹子之间 还有一点就值得注意的是 火控雷达一般是不会随意开 因为它所处的频段本身就是一个秘密